Hello大家好,我是Evy 欢迎酒鬼们回到我的微轩酒馆 最近有很多酒鬼跟我说 他们想尝试喝葡萄酒 但是又不知道应该入一些什么装备 喝葡萄酒以来我花过多少冤枉钱 买那些又贵又不实用的装备 这些呢我就根据我以往采过的坑 推荐7个从开酒、瓶酒、存酒都用得上的 平价好物给大家 首先开酒方面呢 我建议大家呢就是买这种开酒的海马刀 这种海马刀的好处 第一个就是看起来非常专业 如果大家还不知道怎么用海马刀开酒的话 去翻我之前的视频 链接呢我就附在上方 第二这个海马刀非常好携带 但是呢这种海马刀有一个弊端 就是开老的酒的时候 很容易把酒塞弄断 这个时候呢我会建议入一个这种两件套的老酒 开酒刀 我推荐这种两件套的是它很容易上手 而且临时版 接下来是品葡萄酒这整个一个环节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一样的抠印 葡萄酒杯它上面有水字 或者有一层雾雾的东西在表面 我就连喝酒的心情都没有 所以买专业的擦酒杯布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 我买的这个布呢是 Ridao家的超细纤维布 我感觉这块布都跟我好几年了 酒杯呢用温水洗过之后就用这个布去擦 保证分量无水字 而且不会流任何的味道 接下来说说酒杯啊 我在这里不推荐刚刚入门想喝葡萄酒的酒鬼 买什么各种伯根地杯啊 波尔多杯 不需要 你只需要一个这样不大不小的杯子 杯型呢是郁金香型 杯口呢稍微往外扩一点点的万能用杯就可以 醒酒器的话我建议入一个 其实也会提升我们请酒的整一个体验啊 特别是那种新年份的葡萄酒 如果你把它倒到醒酒器里面跟空气接触一下的话 喝起来呢就不会那么的涩 就买这种简单的形状就可以 外面卖什么就是下面特别扁平的 又那种形状特别诡异的 家里的柜子放不下去 不好洗还容易碎掉 最后纯酒这个我真的 这两个纯酒器我是用的最多最多 而且我觉得是最好用的就是 如果你是喝普通的没有带气的葡萄酒 就用这种真空塞就把这个塞塞到瓶盖上面 出真空就可以了 如果是带气的香槟啊 又或者是气泡酒 就用这种专业的塞气泡酒 方便又便宜 真的30块钱我都先多了 OK有了这七件套之后呢 你就可以享受你的葡萄酒品酒企业 我觉得这七件套啊 如果你买的是比较平价的品牌的话呢 500块以下应该都可以拿下 如果你喝葡萄酒进阶之后呢 想升级一下你的装备啊 我呢建议呢 你就只把钱花在酒杯上 如何选到适合自己的酒杯那期视频呢 我就把它放在上方 三招就可以选到适合你的酒杯 喜欢艾比的节目 别忘了三连一个赛者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拜拜